《武藝鴻燈》真是好像死城一樣 《武藝鴻燈》 八年年至九年年這段時間 真是做不及 《武藝鴻燈》 那個時期新興 每個人都愛得意 我賺到錢了 那時候有甚麼辦法 我多招牌坐 以前有一句說話 《香港泛泉鴻燈》設計 就是港艋紅燈 這些紅藝鴻燈很寂寞 沒有甚麼生動的機會給你 又悶 那誰可以捱 每個人都學少少 已經走了 做來做去的功夫 都是一個流水作業 起初都不喜歡 做一下做一下都覺得挺好玩 做一下做了這麼多年 都OK 現在加起來 我想做了18年左右 精神 深淡 即是 你就是 某一個商號 一些字 便知道誰寫了 也都某一個行業 多數都找哪個書法家 或者是那些寫字的人寫的 都基本定型的了 因為有些人喜歡寫一些 想說遁厚一點的字 那些比較恩實一點的商號就找他 比如鐵打館、武館、體育會之類 就喜歡找伯毅的 伯毅的意思是刀刀叉叉那類的 就屬於那類字 比如酒樓、純品、遞書、行街 各類的各個行業用的字體都不同 所謂單線是細緻的 比如一尺以下的字 如果雙鉤變得光光一亮 比如紅色的就一片紅 你如果只是大字 單鉤就不好看的 它一定是雙鉤 甚至雙鉤裡面還要立即管 筆劃才塞 那時候起碼雙鉤 方便那些還是紅光的師傅 以前古老放途 就扣眼鏡 譬如一寸等於一尺 那可以十二寸 那就要放途十二尺 十二尺你就打格仔 那裡的圖仔又打格仔 那就扣眼鏡了 接了一個圖 已經要看著怎麼走 譬如這個 要在哪裏先起頭 哪裏先燒不到手 那就靠自己 每個師傅不同 有些就喜歡這樣做 有些就喜歡這樣做 這些就要講 各人怎樣定奪 那麽我們加熱來計 就不百度 火尖先有力 中間沒什麽力 那麽沒有 我等你這個燒過的位 它會捏走下去 那麽 吹一吹它 它放下去 整旺地 那麽有一個爪子 那麽有一個爪子 冰極了嗎 我們俗稱叫燈頭 好 出口我嘴嘴了 不如我炒在那裡 這些 俗稱叫青山籍 那些中文叫文武片 即是痛抖底那些 隔熱那些 為何要塞一塞它呢 燒熱經地搶熱它 玻璃二玻璃之間 就會搶磚 搭了大火牛兩條舌 然後打災 燒了這些空氣 我們說話 那些空氣 那些雜質等 全部都管出來 是 電極空的時間差不多 可以 即是山空那麼小 噴一噴那一陣 不著了 那就是山空 不著了 但現在放N.E.O.N. 氣體要放多少度 我們沙馬街廠的那間館已經完成了 牛用丹乾館就要剝 火牛是普通呢 就有兩種 我們創出的那些鐵三牛 那如果剝下電子牛呢 就適合一些 鐵三牛就能力強一些 又乾一些 為何會這樣呢 那些氣體還未炒得混 新鮮粉熱了 他還會有兩種氣 說來講 他會有兩種氣 例如你 要紅色的話就是A.O.N.E.O.N. 讓藍色的話就是A.R.O.N.E.O.N. 就变成粉红 比如绿色管加NON 就变成橙色 加白色管 就变成日光行 加泡明管 就变成大行 每种工作都有好 你现在日日夜对着那盏火 不断吸油研煤气 释放那些味道出来 你吸了那么多年有没有哀 觉得现在 手脚动得行得走得 就觉得它没事了 打横那些招牌 跌过几个人 有什么办法 铁线一能 整个都淡下来 我正式入行的联华 那个师傅 钟棉 一只手踩单车 一只手就 拿那些伟红灯 去嵌装 就去到尖沙咀一间 可能好像是酒楼 就爬上去 棚架 就跌了下来 过了三十年 过了三十年 差不多有了 這就是 Pavchiны borg 現在看到指示LED 會抵抗起來 那有什麼辦法呢 弄到虽然工程要要版 Breed 逐漸逐漸 我這項就差不多取締了 誰有人入控制 都賺不到錢 即是自生都難保 終於是滅亡 沒有希望 誰希望 有都是曬曬燈的 正式手藝功夫 賺得你多少 直接差一個就少一個 你看看一間 尼登道有沒有 做過新招牌上去 肯定沒有 差一個就少一個 這個手藝應該要留存下去 應該不會絕的 這個藝紅燈 看大大小小 這個繁榮的地方一定要 像你唱歌一樣 為唱歌 這扁這輩子 你每一次希望